判去说吧 走 咱们上官府说话去 走 你快点 快点走 别磨磨蹭蹭的 见了通判监州官 我看你怎么狡辩 什么事啊 抓了一个小偷 等着 里面再审一个吃白食的呢 有意思 官爷 吃白食该怎么判呢 那得看通判大人的心情了 进去说到半天了 还没完呢 是不是那种 点了一大桌子菜 往死里吃 恨不得吃饱一次管三年 反正没钱 吃之前就想好了 最多进官府 挨几下板子的那种啊 我觉得不像 那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 老实霸娇的 再说就喝了一碗西粥 吃了一个馒头 有这么吃白食的吗 官爷 您说那人怎么 一碗西粥 一个馒头 是啊 怎么 你认识 你还是惦记着你自己啊 偷窃罪名可不小呢 我们可是人赃俱货 官爷 能去看看吗 我偷的 可能就是那个人的包袱 那就在门口看看吧 周寿昌 要本官相信你器官寻母 你有何证据啊 我的包袱丢了 你说你也曾经为官 你有何履历证明 或者为官信物 都在我的包袱里 那你所说的千里寻母 你要如何让本官相信 本人自幼 母亲便离开身边 明察暗房三十余年 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 我才决定器官寻母 但刚到此地 就遗失了包袱 我的盘缠 全在包袱里 这是我母亲 您走时留给我的玉琢 可当一份信物 请大人过目 好啊你 穿着宝贝 却不付饭钱 你把这个当了 不就有钱了吗 这是我母亲 留给我的唯一信物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你吃了我家的饭 就要给钱 你给我 我去点当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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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公堂之上 其中一等胡闹 小的知错 小的知错了 这么说 你不是故意吃饭 不给钱了 是的 大人 我的盘缠 全在我丢失的包袱里面 大人 他胡说 从今我们店开始 我就没看见 他有什么包袱 大人 如果没钱吃饭 我自然不会走进饭馆 再说 我骑的那一匹梁马 现在还拴在饭馆门口 请大人明察 如果我连粥都喝过 喝不起又怎么能有一匹梁马呢 大人 何不让他卖掉马匹 以赴饭钱 你要敢在公堂之上多嘴一次 就板子伺候 小的不敢 周寿昌 现在有两个办法 第一 你卖掉梁马 偿还饭钱 第二 你就在饭馆做工三日 以偿还饭钱 大人 小的有一句话 他不知当价不当价 你说 他要在我们店里干活 也要吃我们的饭 这三天 他的工钱你们都扣做饭钱了 你还要怎样 知道了 我寻母心切 这耽误三天 冤枉 你有什么冤枉 小的一点都不冤枉 冤枉的是他 你说说看 怎么回事 小的名叫魏三 家住城南印马村 平时以务农为生 家中供养由老母亲一人 近日母亲病重 小的已经典荡光了所有家时 花钱就医 但是母亲病症未见好转 反而越加严重 小的被迫无奈 想到了上街偷窃 他就是被我偷窃的第一个 然后是 是 是他 结果我被当场抓住 是才听到他说千里寻母 小的感动不已 良心有愧 才斗胆闯进公堂来为他喊冤 他的包袱就在这里 快呈上来 大人里面有一张本人卸任之后 继任的官员给本人开出的公文 请过目 朱大人 快快请起 朱大人 下官多有得罪 请见谅 那里的话 你是奉公之法 朱某人理解 朱大人 你差点误导了本官 还不快给朱大人赔礼 朱大人 小的油眼不是太深 请您多担待 没事了 来 我把我的饭钱给你 你就起来 拿着吧 通判大人 他也是职责所在 起来吧 还不快谢谢朱大人 谢谢朱大人 谢谢朱大人 拿着 朱大人 您的心胸真宽阔 我很惭愧 刚才那样对待您 我 我对不起您 过去的事情了 就让它过去吧 朱大人 恕下官不能远送 还有案子要办 小二 回去 把朱大人的马位好 明白 通判大人 他 您打算怎么判 他属于盗窃罪 应下狱服刑 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 我娘怎么办呢 通判大人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请 朱大人请直言 这魏三虽然犯了国法 但他偷东西 也是为了救治病危的母亲 他这份孝心也在情力之中 您看能不能网开一面 这 朱大人 他犯的是国法 如果咱们不惩罚他 说大了就是对国家不忠 好 您是一个好官 朱大人言重了 但请通判大人仔细想想 如果没有孝 哪来的忠呢 我说网开一面 并不是不惩罚的 而是换一种方式惩罚 他偷了你的包袱 让你颜面济湿 你还这样帮他说话 下官佩服 因为他家中尚有病重的母亲 无人照料 通判大人 您就念在 他一是为了母亲 二是出饭 这一次 就换一种方式惩罚他 让他以后要记住 偷东西是不对的 再苦再难 也应该靠自己的良心 靠自己的能力过火 朱大人有何高见 您看这样好了 朱大人 您才是一个好官 卫三 你知罪吗 卫三知罪 按照大宋刑律 您当入狱服罪 可我娘他 我不该这么做 是我害了我娘 卫三 你想照顾你娘吗 想 好吧 本官准你回家 照顾病重的良心 但并不是说不罚你了 大人 只要能照顾我娘 您怎么样惩罚我都没关系 你记住 以后不管怎样 都不能做 有违国法 有违良心的事情 我再也不敢了 本官判罚你 在你娘亲病愈之后 你要每三天 来官府的牢狱 打扫卫生一次 你看看牢狱里面的那些古兴犯 他们对爹娘妻儿的思念 我相信你再也不会做坏事了 谢谢同伴大人 谢谢同伴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我卫三无以为报 卫三 你应该谢谢朱大人才对 是他为你求情的 谢谢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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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三 谢谢您刚才为我解围 我可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你娘 如果你下次再犯就要重罚了 我已经知错了 再也不会如此糊涂了 那就好 记住 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你跟我来 去哪儿啊 走吧 我先去牵马 朱大人 您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可是全城最好的中医堂啊 走 我们帮你娘请大夫去 别别别 朱大人 这里的大夫我请不起 再说 这慈祭堂的马大夫 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得动的呀 跟我来 二位好 请问您是要 我们想请马大夫出诊 已经过了出诊时间了 二位请回吧 慢着 请你通报马大夫 一位老人病重 想请他去看看 这治病救人可是急事啊 对不住您 老爷吩咐了 过了出诊时间 一律谢绝 您明天请早 那病人生病 还要分时间吗 大夫的职责是救死扶伤 这一点基本的道理 你们家老爷 应该教过你吧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好 每天只能看几位病人 过了时间 如果继续工作 对老爷的身体有影响 二位请回吧 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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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吧 这些应该够马大夫的 出诊费和药费了吧 你等等 我去通报医生 老爷 外面有两个人 想请您出诊 你没说过了出诊的时间了吗 输了半天 他们非见您不可 把银子都拿出来了 银子 我还缺这点银子吗 打发他们走吧 我听见穷酸的一个乡下人 称呼另一个老人 什么朱大人 朱府里没有姓朱的官员呢 总之那个老人说话不卑不靠 感觉挺有来头的 走 看看去 久等了 久等了 马大夫 老爷 老毛病啊 请别见笑啊 我这身体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所以呢 家里人为了我这身体 才定下了出诊时间的规矩 都害怕我有个什么闪失 病人家属也都能理解 如果我有点头疼脑热的 也就治不了别人了 您说对吧 对 但现在确实有一位老太太 身染重疾 需要您的妙兽回春 老夫自己的身体都 你有心无力 二位请回吧 马大夫 救人要紧 齐请尊驾出诊一次吧 这些银两如果不够 咱们再商量 先救人好 银子算不上什么 真正需要我们做大夫的帮助 就算没有银子 也会救人的 我们医者父母心嘛 救死扶伤是我们分内的事 只是我现在的身体 静不住了 那好 那我就先把银子收起来了 请回吧 恐怕马大夫需要跟我们走一趟 去瞧一瞧这位病人 送客 请 等等 这是通判之州大人 给您的一封信 快点给我 原来是朱大人 朱大人要是早点让这孩子通报一声 哪来这么多客套 朱大人请上座 不必了 赶紧上茶呀 不用了 马大夫 救人要紧 哦 备车 哦 不必了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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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魏三就是做牛做马 都还不完 请受我一拜 别这样魏三 我要你记住一点 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好人 不管你的处境有多困难 永远不要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我记住了 朱大人请放心 我魏三对天发誓 做一个好人 看来马大夫确实有真本事 他说你娘的病有致 但需要调养 来 我 我不能要 你拿着 待会还要给马大夫出诊费 剩下的你就买些好吃的 给你娘好好调养一番 朱大人 朱大人 您真是个好人 您真是个好人 好 起来 好了 我走了 记住我说的话 好人有好报 朱大人 您一定能找到您娘 前面可能就有水 你听到溪流声了吗 好 好马儿 再忍耐一下 咱们喝点水 就找个地方休息 这是什么 这果子挺香的 来 你闻闻 怎么 你觉得不香啊 反正渴了 我先尝一会儿 要是好吃再给你吃 不好吃 你就不吃 行吗 好甜 但挺香的 来 先对付一下 接尖渴 看来你不喜欢 等等 接尖渴 接尖渴 马儿 你要去哪儿 你 明白